HELLO 大家好,我是賈斯汀 嗨,我是大頭 我們今天要來 幹大事 割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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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回家拿車要幫你割就好啦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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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找那種全台之八 不管北中南外島都會來找他開的人 我跟你們說,現在台灣有高鐵有飛機的距離真的不遠 對 全台灣不管北中南屏東外島都會來找他們 可是他們一天的台數最多可以開到20台 超級多的 對,一次讓20個男人出頭天 而且我覺得他們兩個割CP值很高耶 為什麼 花一分錢,然後同時有兩個享受啊 就是一起幫你抓龍筋的概念 你知道抓龍筋是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那兩位醫生有一句名言 沒有割不好的雞,只有不會割的人 割過的都說很舒服 所以今天是賈斯汀要去割嗎? 不是 我們的節目有徵求到一名勇者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去找那位勇者 好,我們出發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找到了我們這名勇者 那這名勇者 那這名勇者其實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很膽大包天 為什麼?因為他今天要來割他的皮 我覺得割皮這件事 雖然我們的影片常常講就是 包皮箱的手術其實很安全 然後也很快速 但是我覺得想到割皮這件事 我覺得還是會嚇嚇的 還是會很痛的感覺 用想割 還是會很緊張啊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非常敬佩這名勇者 當然今天我們是出資 然後讓他做這樣的手術 但我還是想要訪問一下這名勇者 你現在的心情啊等等的 那,有者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嗨,大家好,我叫Simon 那我想問一下Simon 就是為什麼你會想要做這樣的手術 嗯...基本上我會想要做這樣的手術 第一方面就是覺得說可能割完之後 不會是在清潔上面啊 或是可能是在性生活上面啊 會相對的特別是比較有衛生的感覺 就是有時候 好像包子這樣子有時候會有味道 就是退開的時候會有味道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我懂我懂 我不懂我不懂 那為什麼你會懂 我會懂 因為他都很長 講話小心喔 他都很臭 他真的喔 他都臭本教 他為什麼不找他做 他為什麼不找他做 你不要再臭勒 我知道Simon是高雄的 那Simon怎麼會想跑那麼遠 因為你出錢啊 免錢的幹嘛不要 不要不要啊 蠻務實的 不過其實剛我們到台北 你這樣子 之後的複整那些你的車票錢 其實不是一個小數目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想啊 欸究竟就做一做就好 我會覺得這兩位醫師的那個 醫術我也是覺得說還不錯 而且其實我朋友有來做過之前 喔軍中的台長有來做過 他就覺得說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所以他就真的有口節悲 對就是以而傳而欸 嗯真的 對 其實如果是我自己來做的話 我會基於醫生蠻帥的 哈哈 哈哈 我會覺得很帥啊 這我也覺得還不錯 可是你知道他們兩個在一起很久嗎 蛤真的假的 沒有啦我不知道 他們兩個不是 你不要亂講啊 對他們兩個不是 他們只是好朋友啊 然後看起來很像 欸那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 然後我們要出發去找醫生 嗨 嗨 嗨 欸你們在發喔 對 我們想知道一下我們俑者的狀況 是那個後來針到那個 對 嗨 嗨 欸 那我還拿著藥霜 為什麼拿藥霜 啊清潔那個 清潔那個 對 欸我們直接看嗎 直接看好了 看一下去不就要做好了 好 好 你不要 我們直接看一下好了 直接坐一下 天啊這兩位醫生在想鳥 這旁邊還滿 旁邊還滿 你其實有發炎的 還是沒有發炎 欸對啊你是有發炎的 對啊你前面那邊其實是發炎 他不會癢嗎 這個整個 這會耶 這會悶悶的 是新癢還是他癢 對啊 新癢 這應該兩個都癢吧 所以你這個還是可以做啦 就是稍微把那個 就是發炎的部分好好的處理 好那你 那你做哪裡 我做高小 高小 對啊特地慕名而來耶 欸可是醫生想問 他這樣發炎的話 我會覺得好像應該要馬上處理了 就是如果他現在不處理的話 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你悶著嘛 悶著他就容易滋生細菌 那如果你又使用的時候 太過激烈造成一些傷困 這些細菌就有滋生細菌 這個可能是大甲芋頭哥的 之後 我們都直接上 反正他們要出錢玩就用好用嘛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對 就用好用嘛 OK 費用大概就是在三萬塊以內 反正他們會付 OK 好 那你等一下去外面稍等一下 我們幫你做一些前置作業 好 那等一下就去山頭開導房 報導 我們兩個會陪著你 上天堂 不是啦 走過這一段 我也會在外面為你禱告 我們一起陪著你出頭天 出頭天 嗯 好 我們現在在那個手術室外面在等 那在那之前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在手術之前會不會很緊張 因為待會我們就真的要去割我們的皮囉 嗯 是還蠻緊張的 那你有做好什麼準備嗎 你做到清腔之類的嗎 就是你現在可能精進人亡的之類 不然手術完一段時間是不可以自己來那個的 昨天我認真想一下 你有吧 我應該有十次啦 十次 那麼多 那你現在那個應該已經縮起來了 沒有啦 沒有多麼多次 大概兩三次左右 好那應該就用了差不多 可以擋一陣子 對幾個禮拜沒問題 可以擋一下一段時間 對投個的話到明年可能都不用再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動完了嗎 你動完了嗎 你動完了啊 欸你怎麼走路這麼太弱自然 我以為你還沒弄耶 對跟你進去還有出來的時候是一樣的耶 我以為你出來會一搏一搏 沒有我跟你講在等的時候呢 根本就像是要死的感覺 你說在等的時候 因為很緊張 就是現在目前感覺就是會 會 異物感會蠻重的這樣子 喔就是你那邊是有東西的 對對對 那其他倒還好 目前沒有什麼感覺 現在還好嗎 現在嗎就是 痾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那種感覺是 會有那種異物感 而且 而且 因為我穿的那個褲子 會比較緊一點 因為要緊一點 我只會這樣一直抹 對 那感覺很奇怪 所以不知道麻醉推的時候會不會痛 所以我們一般建議來哥的時候 穿鬆一點 對因為我看好多人家都是穿款褲 因為比較好穿多 對比較好穿多 然後也不會一直貼著這樣子 不過還好啦 你的那個狀況很不錯 欸你們很會泡其他的 那個Size 你們猜猜幾號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 做包皮腔的池 對 它有不同的Size 因為茵茵不同的Size 對 簡單的時候這就是陰莖的 粗度 粗度 它至少要套得過去 就有辦法做 我猜30吧 這可以講嗎 這樣看喔 你這樣問的話 它可不可以講 那就是片後面啊 沒有沒有沒有 喔不是這意思喔 搞不好它很大啊 對啊 因為如果是我的 我是這樣的話 我就會很勇於承認 想知道的 你私訊完 那我就附你愛學在下面囉 欸其實可以喔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Eason有認證過 不簡單啦 厲害 真的喔 那Eason還會在私訊我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你住比較遠啦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手術完三天 會會回診 回診的時候我們就會 把它拆傷口 拆紗布啊 看傷口 然後講一下接下來到底要怎麼照顧 那我們現在就先跟你講 因為你不能不來 好 我們會有傳一個訊息跟影片給你 就照著影片做 好 那基本上把紗布拆開之後 它有三層 看一下傷口的情況 好 那再來就是一天換藥兩次 換藥兩次 換藥兩次 換藥的步驟其實都很簡單 就先洗其他的地方 最後再洗它 用水洗就好 這三天先擦掌 這三天先擦掌 對 然後之後第三天拆完之後 你就可以洗掌 三天內你都不用換藥 就正常生活 只是不要讓它弄濕 嗯 你有弄濕有出血 盡量保持乾燥 對 有弄濕有出血都跟我們聯絡 好 如果沒有就是開開心一點過 小心不要快換 你可以摸摸看 你可以摸摸看 這個它其實很軟 洗臉肌的那個頭 所以拿來洗下面其實也是 蠻舒服的 蠻舒服的 舒服喔 那一般人講是說 我們一般人講是說 刷完等釘子掉之後 不要浪費 給另外一半刷牙 給另外一半刷牙 網路上傳過這個 特製的牙刷 真的假的 這個真的很舒服 好 那刷一刷 把它清乾淨之後 就剩你的時間水 放一下 大概 傷安全藥膏 喔那其實清潔還算蠻簡單的耶 清潔很簡單 欸那醫生我想問 就是他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可以恢復他的新生活 所以應該是蠻多人會想知道 看你的飢餓程度 你怎麼這麼說 因為如果大頭之後 要割 我也要擔心一下我自己的生活 一個月啊 差不多一個月 但其實很多人是 最近有一個紀錄是 11天嘛 講一下各個紀錄好了 最快 尻腔紀錄幾天 三天 一個禮拜 差不多 兩天 這麼急 因為我們一般都講 三天回診拆沙服 但那個因為時間的問題 所以他兩天就回診拆沙服 一拆的時候 他就受不了 對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就是直接私訊那個 秘密會客室的那個 賴群組 因為醫生都會親自回覆 對 所以有問題的話 因為畢竟在高雄嘛 不可能天天回診 那有問題的話 就直接傳照片給醫生就好了 還蠻方便的齁 對 不用到這邊來 對 醫生他是可以刷牙的嗎 他是真的可以刷牙吧 他是真的可以刷牙吧 他毛超多的耶 米毛也很多 欸 Simon你有看到賈斯丁嗎 他跑去哪裡了 他剛剛好像說他去廁所 他去廁所啊 他去廁所幹嘛 那我們去廁所找他 賈斯丁 我的賈斯丁酷魚在廁所了 還好嗎 這個月有透支 那你就少吃一頓大餐啊 為什麼是我 為了體力又沒有太長 哎呀沒有關係嘛 錢再賺就有啦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個人很難賺欸 賺的都給人家 那我們撿薄香的雞腿啊 鳥鳥特派員現在在吃 他的薯條 等我們的鳥鳥俑者出現 關心一下 他的鳥鳥狀況變怎麼樣 對 我們千里條條終於找到我們的俑者了 就是我們實在 疫情之前 就是有帶這名俑者去 去做我們的手術 可是後來疫情爆發之後真的也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就是馬上去追蹤 因為大家都躲在家嘛 因為後來就居家隔離 那所幸現在疫情中大鬆綁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可以找到本人 我們可以好好的採訪他 對 可以讓他現身說法 所以我們現在相信大家也有蠻多疑問 就是關於包皮腔手術這件事 大家應該都蠻多疑問的 那我們就有請Simon進來問我們現身說法 我想要先問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是大家最關心的 我們當時做完那個包皮腔手術的時候 術後會不會痛 術不會痛那絕對是騙人的 就是手術的當下一定不會痛 因為有麻醉嘛 但是麻醉會我回家的時候 它會慢慢的消退 會有徐去漸進 徐去漸進的痛 對 那一到十分到最痛最痛最痛 大概到幾分 這我自己本身來講會覺得大概八分 大概八分 對 因為集中在那個點對不對 對 那一開始除了痛感以外 它還有其他的不適感 就是不舒適的感覺 除了痛感以外 還有這種腫脹的感覺 對對對 大概稍微我有點懷疤 那是不是覺得自己變大 會變腫 哈哈哈 這是其實都很正常 就是必然會發生的 但你這樣維持了多久 它才完全的消退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不適感 可能腫脹啊 疼痛啊等等的 拆完痛感後 三天後 嗯 對 就沒所不舒服了 就是 不管你怎麼喬 不管你怎麼擺 往上往下擺 就是你不會不舒服 當然如果是卡到 還是會 因為是沒有釘子 好 所以也就是說我動完手術 隨著我麻藥消退的時候 它會先痛到一個高峰 但是在三天之內 它會回歸正常 嗯 大概是這樣對不對 對 好 那因為醫生有說 就是包皮箱手術就是 他看上去的時候 他瞬間就把包皮切斷了 切開跟釘起來 對 切開跟縫合 對 那它縫合是用釘子 不是用針線 那釘子釘在上面 它現在還在嗎 你可以掉了吧 所以已經掉完了 對 那它從我們術後開始 大概過了多久才會掉吧 你出手術房 然後到釘子釘完之後 大概就是 我自己本身就十天左右 可是當然是看每個人的身體 都不好 對對對 大概一定會超關心這件事 就是我釘子釘光 基本上我離恢復 完全恢復就差不多了 嗯 對 也恢復到八九層了 那我們 一定會開始就是 什麼時候可以試開機 對 暖寶式音樂 尤其是男人你知道嗎 看到洞就想放 那是你 我看到樹洞 就想要 你以為是青少年風吹過你的影子嗎 就是 我們畢竟還在這種壯年時期吧 就是 繁衍是人的天性 所以在我沒有不適感 我已經完全恢復的情況下 就會很自然而然的想要那個 那你大概在什麼時候會 在釘子釘米釘完之前 就大概有稍微使用過一下 你在用的時候上面還有一個釘子 對 對 那也是蠻可的 那個是就是 自己 自己啦 對 如果我想要就是來發轟轟烈烈的性愛 你做真人秀嗎 對啊 真人秀 但是更剩以往 我剛剛是要講性生活 對 那SAMON你到現在就是有在 二進衛嗎 你說正式的使用過它 正式的二進衛 還沒有 還沒有 那我跟你說你真的是趕快 趕快可以來一發 或者是你可以找之前使用過的人 因為從原本的包皮掉 然後一脫下來就是 就是沒掉 你真愛就來了 其實我們術後其實大家會有點缺乏安全感 因為 像三本是高雄人 然後我們當時是在北醫動手術 我們再回到高雄 然後後來疫情又爆發 我也沒有辦法常常去醫院復診 那時候會不會很擔心就是 欸怎麼辦我找不到醫生 可能不會照顧之類的 我沒辦法復診 對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 那現在是不是還好有拜科技所致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用線上的方式 然後讓醫生來觀察我們的狀況 然後主動建議跟照顧的方法 要嘛是視訊不然就是 利用我的狀態去溝通這樣子 跟醫生視訊 我剛一直想到他 訓 像三本你在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狀況的時候 如果你丟訊息給醫生 醫生回復速度開嗎 蠻快的 沒講的事情 他已經能找到他 會主動提醒 會先問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問疫情 然後醫生回答三題 對沒錯 對因為其實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我跟醫生對話的時候 會發現 我也不會就是丟了一句話 然後就是訊息就會 對對對對 而且他們回復速度很快 他們回復速度很快 他們的 他們的手速真的很快 然後我就在想 喔 我回客戶的訊息好像都沒那麼快 在動完手速其實這些照顧上 應該都還蠻安心的對不對 還蠻安心的 醫生的服務真的還不錯 好 那我們今天就很謝謝就是 三本來當我們的勇者 那如果你對包皮或者是泌尿科 還有信息相關的任何問題都歡迎 找秘密會客室詢問 那他們的圖片可能就在這邊 我想想辦法放一下 後製 後製在下面 對對對在任何地方 反正就是找他們就對了 好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一下分享 那如果想要追蹤我們的生活的話 記得追蹤我們的 好 剛剛聊了 IG IG 我們下次見 掰 掰